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屏幕前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共同的收看 由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摩摆河 以及咪咕视通 为您共同带来的 2021-22赛季 CBA常规赛的比赛转播 那么这场比赛 为大家带来对阵的 双方 北控和广沙之间的较量 今天的演播室 依旧非常荣幸 请到了张立鹏指导 我们来共同见证这场比赛 鹏哥 晚上好 晚上好 球迷 鹏文 晚上好 那么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尤其是在这一轮比赛里面 其实还是发生了 非常多的故事 而且在这一轮对决里面 也在名次上 甚至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那今天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从本轮的对阵情况 来共同看一下 这一轮还是由哪些比赛 共同为大家所呈现 先来看看积分榜 那从积分榜的体现上来看 就是现在因为得打完 才会出现这个戈支球队 出场次不一样 我们看广沙 现在少散一场 所以说暂时还是排在第四的位置 如果说广沙今天赢球的话 依旧会在第一军团当中 处在严格的 就是和广东 辽宁和绸州 分庭抗礼局面 那另外我们看看 现在其实在第二军团当中 好像两支球队 应该严格来说三支 都觉得好像有点意外 对 看到了对包括 中国 广州 广州 深圳以及山西 可以说在最近几场比赛 赢得了非常多的胜场 另外我们看到 上海北京首钢以及山东 是排在了8到10的位置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北控 今天主角的另外一支球队 四胜三负 目前第11 名四是处在一个相对微妙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就是取得两胜的球队 同样也有很多 那在这轮比赛之后 可能我们看第12和第17 会不会还有一些变化 那么第18和第19 同西和福建都是一场比赛的胜利 以及目前宁波还是难求一胜的状态 我们还是再来看看 现在所给到的 就是宁波8年赴之后 这个名四上 现在确实是无法取得一个主动 那么在这一轮比赛对阵当中 其实还是有比较多 所受到的关注的 那就是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我们其实也看到了 广州和新疆 以及江苏和四川的比赛 都是受到关注 这一会儿我们再聊 这轮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家在关注比赛过程当中 还是希望能够更多 参与到我们的活动里面 看CBA上咪咕视频 选购新衣的好物上咪咕商城 CBA的周边衍生产品的 满100-15的特惠 正在进行当中 那参与的方式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热卖按钮 即可进入到购物里面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和打call 我们还是刚才就说到了 在本轮的对阵情况 以及在对阵晚 有的先打 有的还没打的比赛里面 目前形成了名次上的变化 可以说几支球队 各有各的一个收获 今天主角之一 我们就谈到了广煞 其实广煞还是在 联赛开始到现在 不到十轮的比赛里 其实还是收获了非常多的 我们再来看看本轮 其实到现在 还剩两场比赛没有打了 已经打完的比赛里 其实很多的话题 都呈现在大家面前 广东赢球了 山东也赢球了 但是广东赢的 其实不是那么太轻松 很辛苦 打到最后取得胜利 另外山西也赢下了比赛 以及北京守光和深圳的较量 又是一个话题之战 最终深圳取得胜利 包括宁波和辽宁 最终的宁波是没能取得胜利 继续连败的进程 以及索州肯尼亚赢下四川 包括广州赢下了新疆 那么在晚间的时候 两场比赛 其中除了这场之外 那就是上海和青岛之间的较量 还是在关注的比赛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先来 根据两支球队上轮比赛的 对阵情况 再来回顾一下 两支球队在最近 涵盖的过程当中 都发生了什么 以及为什么会取得 现在的一个成绩 来 共同来看一下 上轮比赛情况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同西和北控之间 应该说在最近的几场比赛里 北控的胜率 是出现了一定的起伏的 对 他的几个得分点 相对于找到了自己的状态 而且球队打起来的整体情况 要比开赛前几场要好得很多 现在很多的进攻配合 显得有一些熟悉 而且很多的在外线 也让我们出现了 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员 马勇的三分球 对 还有于长洞的这种侧应 他的篮板球 虽然他在场上得分 没有去年那么多 但是他在防守端和篮板球 依然有稳定的发挥 这场比赛打到了第二节 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看到北控队 这个赛季 因为后场的人员加入之后 其实他的后场 也变得更加的丰富 对 三宁 对 三宁 包括这个赛季 依旧状态持续走高的张帆 张帆 张帆的外线的三分球命中率 当他在一二号位的摇摆人 他的这种火力全开的命中率 确实有点吓人 所以面对童西的时候 可能优势会显示的比较明显 最终面对童西 可能从本来 大家觉得胜负的悬念 似乎好像不太有威胁的时候 还是让比赛 其实进入到了一个 怎么说没想到的一个进程 这当然另外程度上 他要说什么的 有实力 有年轻的一个潜力 但是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这个北控 其实在最近几场比赛当中 都会出现这种就赢了 但赢的有点惊险 有点惊险 而且他在后卫线上 其实失误是全联盟 应该排在到处第一第二 之前有很多的这种 应该得分的机会 但是一次简单的失误 却给把这种好的机会丢掉 看一下这边 广沙和辽宁 广沙对辽宁这场比赛 彭哥来解说的吧 之前前面几节打得非常胶着 但是在前面两节 还是在广沙在赢球 但在第二节末端 第三节 辽宁队出防守的变化 这一行的变化 守了一个全场的区域 加击 也下来 也下球反击 阵地的二三中和性联防 他主要的防守的理念 就是让大寒不出三秒区 来控制好篮下的防守 所以广沙队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 那一段时间应该打了一个20多比 好像个位数 比分反超 一直就压着广沙队在进攻 包括顺明辉 他一段时间里的这种失误太多了 所以说在第二节 我们看到比赛进入到后半段的时候 两队逐渐地把领先优势掌控在自己手中 而且我们看这个分叉一直在10分的范围之内 对 就是接近10分 可以说掌控比赛局面主动 以及节奏的主动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点还是要强调的 就是两队从整体的阵容构架来说 更为完整一些 对 他而且有大赛经验 很多时候这种变换阵型 包括调整人员上场 还是有一定的准备 提前准备的 对 所以说上场比赛打完之后 另外格局发生的变化 就是广沙 没能赢下辽宁 就是中止联败 对 中止联赛 也让整支 就是整个联赛当中所有的球队 没有一支球队保持全胜了 对 又让第一军团 重新回到同一期保险 对 但浙江广沙他在之前的面对的对手 都不是那么太强 所以第一次面对辽宁这样的强队 对于他来说 在后面也是一个很好的总结的机会 没错 因为后面还要面对上海 包括浙江丑州金州 这种强队 所以他也要通过这种比赛的失败 从失败当中找到更多的原因 没错 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也是说到了 参加我们比赛更多互动方式 给大家会带来更多的福利 除了100减15之外 还有加群的活动 同时希望大家在关注比赛过程当中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密估视频的CBA官方粉丝群里面 群里面活动也是非常多 精彩分成的活动 趣味的活动 而且同时更有神秘的好礼 等您来共同的领取 还有点时间 咱们更多的时间 还是再来聊聊今天两支球队 刚才就在回顾比赛之前的时候 其实说到了 北空队目前为止 每场比赛 胜率其实还可以 从整体的排名 现在11名的左右的排名 就是不上不下 彭哥咱们首先的先来说说 北空队目前 就是觉得为什么 他会处在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范围内 以及他所处的阵容 您觉得符合他们现在的一个成绩吗 或者说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我觉得他是一个低开高走 因为他联赛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这种整体的配合 包括他球员在一起 也长时间没有比赛 所以磨合 球员磨合也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有新人加入 新人加入是后卫 大家要知道打后卫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卫来说 加入新的团队 你要尽快地去适应球队 而且要让其他所有的这些 一些老球员 怎么样尽快地适应你的打法 这也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还是需要时间 在老马的带领下 我觉得他们有哈斯的加入 篮板球的保证 而且外线的投篮命中率 应该在全联盟排在第二名 所以有很多数据 他们今年是提高的 关键是在打硬仗的时候 你如何去团队作战 把这些年轻的后卫 不要头脑发热 你要更多的是 从组织大局 你的大局关开始 你如何把其他张帆 包括周宇辰和哈斯 这些强点如何串联起来 你再去再从中 找到个人的进攻机会 对于北控来说 可能今后要面临的问题 也还不少 但是需要他们尽快地去解决 但是解决之后 可能就意味着北控的成绩 对 不会处在现在这个排名 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要求每个人的这种 防手的强度 嗯 奏唱华人民和博 博弓 对 这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坐下双方球员相互质疑 继续关注到比赛的部分 刚才更多的时间 我们介绍到了北控队 这个赛季所处的成绩的变化 可以说从阵容上 他们做了很多的加法 有年轻的加法 有外援的加法 也有怎么说呢 各种各样的一个加法 这几年其实他们的加法在持续 可以说这不断的加号 会让他们变得 在阵容的底蕴上 储备上更加丰厚 而另外一支球队 广沙 他也在做着不同的加法 他在更新 在不断地更新 他的理念 教练员的理念在更新 球员的这种阅历也在更新 是 李承欣呢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作为主裁 国难和登星 作为U1和U2 广沙的变化呢 也是从上到下 都在发生着默默的改变 包括教练系上 聂尔道也和王涵呢 在这个赛季 也不止一次的提到了 成为又一次的工作搭档 在换了一种身份之后 都到广沙 去当教练 他们以前是老队友了 对 两队的历史交战记录 可以说北控 因为在这几年 他成长得比较快 但是在之前的时候 也恰好碰上了广沙 比较强盛的那段时期 也注定就会出现 刚才的历史对战局面 许中好 北控这几年 一直都备受的 球迷的期待 如何在俱乐部的运营 球员的努力 能够让更多球迷满意 其实他们还有 更长的路要走 但同时压力是存在的 会有很多人 给出这样的声音 说我给了你 比较大的投入之后 是不是要相应的 马上的 就要获得一个成绩的回报 这其实会存在 在每个人的压力身上 对 这个还是要 你要球队上 还是要建立一个 第一是管理体系 第二呢 他的训练体系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人才体系 他人才体系 现在如何把 更好的年轻球员 更好的这种 未来有发展的球员 你如何吸收到 这个北控下面的 清训队伍当中 这也是一个 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你如何让更多的人 认识你 了解你 镜头刚才也是给到张帆 今天的比赛 对于两队而言 可能胜利 都是比较需要的 刚才我们说到 从名次来讲 北控现在处在 第11的位置 可以说在上下之间 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 搭不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发 以后再聊 孙明辉 朱俊龙 许中豪 胡金秋和许可 这是广煞的先发 而北控这边 廖三宁 侯亦凡 哈斯 余昌栋和张帆 整个阵容 十来防张帆 我觉得应该 许可可能性要大一些 而且张帆要面对 多人防守轮转 多人轮转防守的情况下 来面对这场比赛 因为他顺平辉 许可 包括赵延昊 都有可能对他 进行这种严防守守 因为他的 第一 他的投篮命中率 和他的出手次数 在北控队 都是排在第一位 北控队的确呢 在这个赛季外线呢 还是给大家留下 比较深刻的印象 但是也得说 除了进攻端 火力比较猛之外 失误也是水上船高 目前排在联盟第二 但这个第二呢 不是任何一支球队 想要拿到的一个成绩 今天哈斯在场上 其实在对于北控来说 内线有强点 这个强点怎么利用 不能去每个回合都去死打 第一个球先跳到北控那边 看一下是不是第一个回合 就要由哈斯来解决 是 来看看北控的开局进攻 还是开局 想利用哈斯这一点来造成 许忠豪拼命的延武 刚才绕前 包夹接过来 很明确包夹 你只要接到球 我就强点来包夹 于唐栋也是在给队友 在做一个指挥 因为他拿球时间太长了 想让弱策的人提罚球线 帮接应一下 也欢迎各位收看 由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 魔外盒为您带来的 2021-22赛季的随便联赛的转播 那么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的 广煞和北控 今天的北控是在主场 哈斯在被犯规之后的罚球 一发中 刚刚说的哈斯在内线是强点 但是北控如何利用这个强点 是关键 你不能每个回合都去指的 头上传球去死打这一点 篮球的保护 两罚一中的命中率 前面孙明辉应该是打二号位 面对廖三宁 许中豪 还是在要一侧的二打二 形成错位之后兜了一圈 再给到了底角 同位机会出现 直接不要了 北控今天的进攻呢 也没有说着急啊 强盗篮板想要去打快 对 因为还是要等一下哈斯 还是要于长栋来这边倒球 上面的双眼户 这个球作为后卫来说 你在这个地方使球真的是不好的选择 没错 看看广沙的进攻怎么样 还是一个利用掩护 在基地过来 许中豪在中距离 广沙这边也非常明确 进攻还是要把哈斯调出来 打有球的掩护 没错 还是走哈斯这一侧 兜了一圈 在传篮下之后 被一个漂亮大火锅 这给犯规了吗 应该 下面手有动作 但我们看没有回表 因为裁判手势刚才是没看清 回了 给了 那这样一来 对于广沙来讲 这次进攻算是有收获的 对 广沙这边进攻也非常明确 刚刚说了就是 孙明辉这边要一个二打二 把哈斯调出来打 其他人找自己的投篮点 是 两边开局都是先围绕内线 来去做中心点来进攻 许龙豪两罚全中 这边一个电梯门 我瞄了一下 两次调试都没有最终出手 漂亮 这边选择 用高的封线来去先防 张帆 看看孙明辉的回应 在中篮下 面对没有哈斯的时候 很主动 但是可惜了 哈斯 给廖三定做掩护之后 坚决来投 中间很坚决 廖三定帮助北空队 今天命中了第一个外线 又是一个犯规 要知道 孙明辉在之前的一个回合 一直在跟裁判沟通 廖三定的犯规 运动战进攻当中的 现在北空队的成功率 还是比较高 广煞呢 现在还是没能在运动战阶段 直接得分 孙明辉在图栏架 想要快出手了 连续的两次出手都没有 都没有投进 现在还没办法完全避开 不过防守当中这次 这个球630有点 显得有点经验不足 想要一打二 显然对于胡金秋来说呢 这次防守并不太难 阿斯顶不动 张帆 阿斯拿到篮本之后 那现在一打一吗 先转移 这球摸到 这球摸到了 坚决给胡金秋 胡金秋拿球之后 一打三 漂亮 这个球非常有经验 第一时间把这个 鱼唐弄压在身后 是 胡金秋的个人能力啊 就是源自于 他更多细小的扎实基本功 加上好的习惯 这边还在有张帆接球 接球先要一个掩护 但是第一点被破坏了 都一圈 但是时间啊 连续两次兜完之后 那只能以这样的方式 仓促出手 北宫在开局两次运动战的 还不错的效果情况下呢 现在这几次出现问题了 廖三宁第二次放归 要换人了 是 开场呢不到四分钟 个人两半 就还是着急 对 还是着急 而且这个 这种球你是抢不到的 你在没有十足的把握 如果抢这种球 很容易被就转身过掉 是 然后这边险些失误 看看王俊杰的效果怎么样 但是许中豪面对哈兹 有想法要打 篮板球 真能抢 朱俊龙那个 朱俊龙身高上啊 包括和郁正东相比啊 其实没有优势 对 但是他的积极性 就比硬实力 这可能会 一定 客观说一定是不足 但如果积极性 也是硬实力一部分的话 那朱俊龙有效地弥补 旺博 快打一个 孙明辉这次的杀伤啊 连续造成了 北空队的后场球员 三次反归 他有低位进攻 对 他的造反归的能力 其实在联盟当中 还是排在前几位 孙明辉今天的杀伤呢 成了广杀 开场当中的进攻点 背景版了 130这两范的 会让北空队 静下的轮换 陷入到一个小麻烦 这也是他一个成长 路上需要交的学费 王俊杰同样的防守当中 也是在这次 没能占到便宜 所以接下来 回来之后呢 对于北空 如何来防孙明辉这点 可能也会成为 马不里的下一个 要解决的小问题 防孙明辉 孙明辉很有针对性 他每次配合都是把 利用许诺豪的掩护 这边也是一样张帆和 哈斯打一个强侧 许诺豪这边不让哈斯来接 但是你做了所有选择 战略性没准就要放这一下 开局的状态 北空队给浙江广上 还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没错 外线的开局算是投开了 四投两中 效率还是可以的 许哥 还是利用掩护 再给出来 许诺豪要投一个吗 他的命中率 40%多吧 对 但是他的40%多呢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 基数保证 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的 张帆 突起来 这次啊 非常冷静的突破 对 作为这一点 张帆这一点的进攻 开局应该是 应该多一些 对 所以今天对张帆的防守 应该是重中之重 是 他是20多次出手 而且命中率 三分九 命中率非常高 将近50%了 47% 对 光靠一个人 现在防他 很难了 现在需要更多人 去帮助协防 对 你不能 让他一个人 这样跑起来 如果他的进攻开了 他还有传球 孙明辉 协防来了 做了一个延误 那这一个延误呢 变成六马钟了 要自己来终结 到篮下 很难了 很难了 北空刚才的防守呢 还是 其实 限制住了孙明辉 对 北空的防守 也非常有针对性 因为所有的战术 发起和掩护 现在都是由 孙明辉 一个人来完成 来 徐中豪 时间来不及了 这样一来 将近半截球的时间 北空队总体的防守 还是给了广赛 带来了一些麻烦 这边又换人了 来 赵燕昊 赵燕昊来之后呢 攻击点也会变得更多 和许可之间 王杰 果断突破 假动作 晃到了胡金秋 宇昌栋开场的状态 包括效率非常高 本赛季的数据 也说明于昌栋 打球的方式 这就是这么多年 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对 他出道的时候 就是篮板球 和二次进攻 快攻的跟进 现在呢 他的进攻区域 又扩大了 方式也更多了 两分球 三分球 命中率 都有一定的保证 没错 而且于昌栋 是一个很扎实的 一个球员 是 打球兢兢业业 看这边赵燕浩上场 进攻 有没有什么变化 再打王俊杰 但是呢 三个人包过来了 大范围先出球 胡锦龙 这样打一对一 就有点累了 篮球还是被北空队 第一时间又保护住了 广沙现在得分的成了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盲俊杰 给到上翻 上翻利用这个空当 再给到哈兹 强制篮下 这个点是一个天然优势 就让他站到里面 站得太久了 第一次站得太久 第二次太靠近篮筐了 而且有点容易 对 应该说在第一截 到现在为止呢 广沙的进攻 让北空队呢 还是能够应付得住啊 防守端 其实给了广沙造成很大的麻烦 而且北空的进攻端 在前面呢 就是防守少了一些困扰之后 现在逐渐让进攻打得也更损 比分上现在已经是 十分差距了 在目前为止呢 得分上呢 北空队得分比较平均啊 张翻五分 另外呢 630三分 哈斯三分 以及于长洞 得到了四分 那么在15分的得分里面 北空的外线比重呢 也是达到六分 所以今天比赛的开局啊 北空还是有效的 抢了一个好投 慢镜头交代了这一下啊 这为什么 王俊杰眯着眼睛 撞了一下 被扫到 孙明辉 在第一节的出场 运动战当中呢 没有太多办法 此次运动战尝试 没能得分 通过发球 当他利用掩护的时候 其他人应该帮助接应 或找空点投篮 对 王俊杰 接下来第一节呢 可能还是要有 比较长的上场时间 对 这边把哈斯拉出来 动起来打 可能会更好一些 是 文秋先出来 但是及时退防啊 还是没机会 再给到了朱俊龙 怎么样 有了啊 定点投篮的命中率非常高啊 没错 对于广煞来说 这三分球太重要了 但是广煞的重点的 三地球员 嗯 被识破了啊 孙明辉的想断变成了 三打二的快攻 直接把握住 瞬间的变成五分 这追分快啊 还是在许东豪下去之后 对 广煞的进攻相对于灵活 对 这边千万不能松开 不能放到这个点啊 要知道 要知道他的这个进攻的细心啊 嗯 随着比赛 已经完全和之前不一样了 而北空这边呢 已经是准备换人了 咱来看 点了一下 动起来打 对 一定要移动起来去打 对 无论进攻还是防守 把他拉起来 一旦站住呢 对 这混击球可能就危险了 对 四分 混击球呢 在今天比赛当中 还是保持着高效率 还是打一个哈斯的强点 嗯 不防到位 看看篮下 直接躲过来 造成了于长洞的犯规 这样一来 北空的全队犯规是五次了 五次犯规当中的 哈斯一次 张 廖三鼎两次 于长洞一次 王俊杰一次 哈斯下了 哈斯又下了 他的体能条 差不多在这个时间 对 周宇辰上 周宇辰的个人封盖 嗯 以及王少杰和 马远 对 王少杰今年上场的时间不多 少 而且就是怎么说 大家俗称的场上存在感 对 会稍微 逊色一些 刚才呢又是 广山这边 篮下再度打进 孙明慧连得六分 在罚绝线停球 嗯 王少杰的掩护 张帆移动起来 防守学员 这是谁啊 这个被自己的队员绊倒了 嗯 朱俊龙 张帆已经得了十分 嗯 出手的效率啊 五投四中 80%的命中率 高 张一浩 再看冲击篮下 想在船被识破了 挺前犯规 嗯 广山的第四次 对于广山来说能接受 这个传球的方式有点太想的有点简单了 张嘉义还是需要在处理上啊更加成熟 还是把球交给张帆 这边又空位 刺激移动的进攻 哇 已经进化到这种方式 所以现在防张帆千万是要一个人防不了 但是朱俊龙反击当中啊 反击 他的高度和他的这个身体的身体的这个弹跳 嗯 中间能 篮框下的中间能力非常强 是 这边包家 嗯 又是一次枪段 瞬间有效果啊 高炮来传 被识破 反断一个 错进错出之后啊 自己形成了快弓 马俑最终打击 节奏很快 三秒钟不到 有来有回 寻找掩护 温秋还是第一时间出来 直接突破 要过掉搜与神 被犯规了 那这样一来 罚球了 接下来呢 就马俑可能也会强调这一下啊 就是 也得注意犯规 对 谁犯规就要被罚球 镜头给到马俑 相信大家也记得马俑在之前那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对 连续 太深刻了 三个三分啊 四个 而且他的连续好像是跨了节的 王俊杰这次扫的比想象当中还更严重一点啊 有皮外伤 一发中 广沙今天目前为止的罚球数量还不太多 很恐怖 红球也下了 两个八一队的 队友 队友 嗯 在篮下的强强对抗 是 而且几乎同位置 呦 这个身体压在身上 嗯 恒心扑得很凶啊 就啥也不管了 中距离 哦 接着两分球 邹续神啊 二二四进攻 被干扰到了 修权呢 最终还是拿到 邹续神真的拼啊 我来一下 抢到了三分线外 是 接球之后再败先 篮板 还是广沙拿到了 交换之后 冯欣第一时间先过半场 郭嘉义 再给回到冯欣之后 哦 上场 冯欣的这个作用呢 对于广沙帮助太大了 利用自己的经验 嗯 发现是小老大 再把球要回来 对 走的命中率的双方一样 都是50% 马勇 马勇 显然没有太多机会啊 但是二次高度 王少杰 够强硬 得有这样的存在感 出球这次有危险 赵嘉义 赛分出来 冲击篮下 可惜了啊 但是最终 许中豪 统进啊 张一来一分的差距 哎 球传的直接 许中豪也没想到啊 快攻击位输了 得看到啊 好 赵嘉义和冲心 两个人速度很快 直接在篮下 刚才赵嘉义 包括赵延昊和冲心啊 这三个人的跟进速度 这个阵容广沙队 在场上打得相对比较灵活 哎 我们再来回看啊 许中豪直接拿到 自己也愣了一下 给到赵延昊之后 直接飞扣 想要打快的意图呢 在最后的几分钟里 出来了 对 这会儿关一下许中豪下来 嗯 还是要抓一下防守 哎 因为防守的范围 张嘉义来防王少杰 王少杰效果还不错啊 打得很强硬啊 嗯 今天的两次进攻 王少杰给出了一个 我们希望看到的回应 场均6点4分 我们相信这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实力 一把中 好 连续罚中之后呢 北控还是领先 并且有可能会带着领先优势啊 来结束第一节了 尝试了一次 这样一来双方第一节比赛结束 26比25 北控队呢 暂时在第一节一分的优势领先 但是广沙呢 其实在最难的阶段 已经是十分差距 现在几乎追回来 他的优势还是在第二阵容 第二阵容他的打法可能更灵活 而且也是战术也相对于灵活 最开始还是要从防守 从防守几个抢断 反击造成北控的失误 而在第一节呢 其实咬着比赛局面打的过程当中 张帆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一人多得十分 而且非常高的效率 在北控队当中呢 现在得分最高的也就是张帆 十分 那另外呢 虞昌栋四分 以及廖三宁的三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吧 三分球呢 9比3差了三分 蓝球呢 北控领先 助攻持平抢断广煞更多 也意味着啊 这个失误造成的 北控队更多一些 对 50%对40%的命中率 但是呢 目前为止啊 就是我们看投篮 命中率相差不多 所以说还没法通过 更大的基数吧 来看到双方的命中率的 对比体现 看一下双方第二节的阵容 是谁先来上场啊 先来看一下 第1节关键球员 那没什么疑问啊 给到北控这边的话 张帆的十分呢 七投四中 前面最高效率的时候呢 就是这四中啊 是在前五次投篮完成的 广煞呢 在球员得分上呢 得分最高的并列啊 赵延昊和胡金秋 都是得到6分 那是朱俊龙得到5分 应该说在替补阵容当中呢 那得到了9分 比例呢还是比较高啊 马比里还是在拼命强调 强调周宇辰的延误 他的延误出现一次犯规 两个人数据对比 那从目前来手 豪语问张帆是取得了绝对上风 看看红明轩抱歉 火了 看看孙明辉在这个时间段 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回应 可能还得等一会上场 我们来看看场上的人员 冯新呢应该说 这段时间的效果是有的 对 主要是这个阵容上场 他们没有吃亏 反而有很好的效果 是 两米一的投手没投 突到来下 难了 这个球第一个机会 沿着底线突破 因为这边的你的队友 是从底线突过来的 你这个球接到球之后 你再从底线回去 这样防守人就很容易 选择你的防守的方向 是 这种球呢第一选择投篮 第二你上线突破和传球 你再底线突破就 赌到失忽痛 没错 哦 又是一次失误 又一个失误啊 北空队我们说到的失误数 大问题 这个球 滑了 上一号 尝试了一下呢 没有什么机会 给了冯新和胡金秋的配合 小的大 但是有机会 到位之后 重新要回来 嗯 打王俊杰 关键时刻再分 这个太小了 对 王俊杰的反击 看一下外线的三分球 也是可惜啊 没能打中 双方坏了阵容之后 打得都比较快 而且相对于防守的这个 强度上 强度也上来了 嗯 冯新自己持球外线 直接来啊 对 冯新的防守 要贴近一点 没错 这场比赛冯新的状态呢 是很稳的 六分 效率非常高 拍篮架啊 邹宇晨 补防到位 这如果补防不到位的话 自己抢回来了 会很难自己来 有没有机会 成球 成球 邹宇晨的绝对高度上的优势啊 还是在这个时间 得到了保证 再来看 很积极 还是在等待着 重新 发球进攻啊 那时间是出现了一些争议吗 要调到一个 表坏了 还是要上一时间呢 哦 调回 要调 对 因为这是前场篮球并没产生交换球权 所以说还是14秒 前场二次进攻的时间 调来这次 这个球还是一样太小了 你总是在那么小的空间去传这个球 没错 就是失误率增加 北空队在 这才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两个失误了 这边运球有点多 面对六三宁 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 没错 给出来 中距离 一个出手尝试啊 但是没有打中 看看廖三宁回来之后的状态怎么样 防守也非常明确 先走下线 直接中距离 那进攻端能够打出来呢 效果也有了 廖三宁总体的效率啊 现在还可以 晃动之后超远距离 漂亮 这就是在外线上啊 赵元昊为什么命中率到现在 场均这么高的原因 他利用掩护后 这种进攻方式很多 后撤超远距离 比赛呢 也是瞬间进入到了暂停的环节 北空队啊 其实在这一节当中 现在比分上的没能取得优势啊 到现在 单节只有两分入账 而广煞呢 已经是在 这一节里面啊 得到了六分 虽然不太高吧 但是 和北空的得分对比 是赚到了便宜的 关键的还是 北空连续的失误 嗯 北空队的失误数七次 而且大家可以想见一下 这七次失误呢 其实转化成 广煞进攻的数量不少 所以每次失误 会让大家记得 更加深刻一些 很多机会都是在篮下 空间小 这种传球失误 再来回看一下赵远昊 很飘逸 冯鑫 两个三分球 赵远昊外线的也准 今天的广煞外线 几个火力点的是 供应量啊 是比较足的 回来之后看看北空的进攻 其实从分差来说呢 差的不度 但是怎么来回应 走一尘 还想打一个内线 嗯 给篮下 在广沙这边 走不了吧 又是一次失误 第八次 广沙这边非常明确 你只要运球我就去包夹你 在五号位这一点 是这样的要求 而且今天包夹呢 似乎很多次都有效果 对 就直接想断了 这次这个结果呢 其实对于北空来讲呢 不是最差的 所以他可以来防战地了 哇 顶着王少杰打 有8秒的时间 嗯 1对1 还是要利用一个掩护 冯鑫踩着三片 一步中距离 咱们球呢 是北空的一个优势 2对1 这个选择应该会 更加自如一些吧 王少杰 两个年轻人的配合 今天王少杰的状态呢 目前为止啊 效率是有效地帮助了 北空队的精工端 赵云昊分出来 绝对的空位机会 但是今天红尼秋两次了啊 两次都没有投进 现在广沙队这边 还是要更多的把球交到赵云昊这边去来处理 无论是外线 无论是外线 呃 掩护 还有他的突破 这边张帆已经几个回合都没有接到球了 嗯 对这个选择是对的 是 但是又一个走步 北空队呢 如果这样的话呢 收束 九次 几步 五步还是几步 一个转身后应该有四步 对 有点着急了 像遇到包夹 这就是广沙队的重点防守人 嗯 北空这边的选择呢 你可以利用这种配合去打他这个机会 你完全让他到三秒区去单抠 面对背靠背这种去打 可能会给广沙队更多的准备时间 感觉自己的最优势没打出来 防新又晃了一下 再给到孙明辉 混球第三次中距离 跳过来了 可以投进 得在这个火点附近啊 中圈来 哈斯 黄金秋呢 八分 没进的刚才就是两次底角的中距离 打篮下 站住之后啊 廖三宁没什么机会啊 孙明辉一捅 其实形成快攻的可能性了 给出来 很流畅 这个球 哈斯就没跳啊 直接收向怀中 直接撞到怀里 我们再来看 其实反击速度啊 包括流畅性的 都还不错 嗯 补防呢 得说北空队这次做的比较充足 记住 再次面对张帆 还是另掩护 外线持球1打1 嗯 张嘉一 连续的变相 但是也识悟啊 看看北空的反击怎么样 这其实还行吧 战术万回 破坏了一次快攻 对 代价是怎么说呢 是最小之一 这么小的空间 用体前变相 很容易就被这种 大肠胳膊 掏掉 如果错位的话 小打大 可能还行 低脚的一个掩护空间太小了 还是在内线的争夺 这边胡锡修不给任何机会 清空端啊 现在还是第二节 北空的一个大难体员 到现在得分 还是不高 冯青 示意的还是让冯青打 现在给到了 时间还有六秒 中距离 哈斯拿到篮球了 开局到现在 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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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的投篮都不中 哦 又是一个后卫三分球 看看张帆 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对 广沙准备换人了 自己来 再突到篮下 被冒掉了 这个球张帆有点累了 他连续上场的时间 比较长 北空这边是准备 大个轮换 于昌洞要换上 早饭那点换不下来 换下来外线就进攻点 就是威胁会相对更少一点 还是前场 但是对于广沙而言 这次进攻也只剩下了 3.2秒 球传的质量并不太好 也让赵元昊呢 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出手 还是后场 最终示意呢 是赵元昊最后打出的 5分19秒的时间 在第二节呢 双方的得分效率啊 在下降 在下降 8比4的得分对比 双方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防守当中 张总 630这一次啊 险些又是一个失误 但处理学校快了 与张总 张帆造成的反归 本人 是否得分成的 线的 和这 和这 是否得分成的 要是否得分成的 不是 那呢 答复了 他行 这就会分成的 有 都是 这 没 不是 有 有 是 但是在面对着哈斯的时候 尽管广沙已经是要给哈斯包住了 应该是许中华的拉人 这个点的确还是像鹏哥说的 就是得让哈斯尽量不在一个有威胁的位置 就是一旦在那个位置的话 他的威胁很大了 对 办法很少了 许中华不断地在把他往外推 其他人在一个夹击的位置 哈斯也在观察 转过来自己打了一次 效果并不好 看一下这次快攻反击 应该是一个提前挡猜 躲过防守激进跳投 没有 篮板呢 拿到之后 这次广沙呢 两个人抢到一起了 就掉到许中华手里 直接拿到之后 北控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防守呢 有 但是最大问题还是在进攻 对 增犯接球 投篮 没有机会 还想找一个空位 但是又是通过一次掩护之后 手感续不上 那这时候北控谁能站出来 体能 对 对于他来说要面对的还是体能 没错 没错 所以最现实的 也摆在面前最严峻的问题 这段时间 北控队的得分点还有谁 广沙这边呢 准备先换 这就是刚才啊 大家抢在一块之后呢 许中豪直接接到了一个 胃的最舒服的饼 孙明辉的罚球 孙明辉今天的出手次数呢到现在啊 五次 哈斯下场 嗯 周以前上 哈斯上场的时间不长啊 时间轮换 就可能还是要在进攻端 想一些其他办法 周雨晨 周雨晨 周雨晨来运球过半场 哎 这球得小心啊 这搞不好会形成征球局面 好歹就会来 但时间 130要注意这个时间 突兰架 还不错哦 突破 终于在 比较长的时间啊 运动战一次比较舒服的得分 张云昊被直接覆盖住了 130 3打1 但是传球 有点太随意了 这个位置是吧 对 不过余昌东还是凭借个人能力啊 就是节奏啊 晃动的这一下 两次打成之后呢 还是让分叉迅速缩醒 3打1的空间这么小 而且 传球这么随意 哎 险些失误 没错 但显然的在广煞这边 王博呢是 好像也不太满意 不太满意 就这段时间怎么就丢份这么容易啊 对 你快攻强打1打2 嗯 这么勉强 这个球传的是给余昌东增加了一些难度 从口信来看 你传球啊 还是 说刚才那个进攻是吧 对对对 你还是要 嗯 1打2的局面还是要少出现 对 一旦形成那就是最好的出球点 我们看看暂停回来之后 第二节比赛的剩下的时间其实也不太多了 这个时间还是要再看看 双方在攻防当中 接下来轮换球员呢也会逐渐派上场 而且北控队呢首先是大个轮换 那个跟下来轮换球员呢也会逐渐派上场 好 我看见我来说 对对对对对对s 守地守 闯动篮下 吸引出来之后 这次赵一浩的出球 时间掌握的是比较好的 对 所有的这个 注意力啊 注意力都在外下 对 他确定邹宇晨已经 就来不及回去的时候 对 就是给队友创造了充分的空间 许中豪一发中 作为广煞这个阵容 巡航在内线有绝对的战装优势 而且这个胡金秋 在外线的活动范围又很大 所以在三秒区附近的进攻 对于广煞来说 这段时间应该是 比较容易的 没错 他的进攻点比较分散 这边张风的空位 火力好像没有蓄上 对 这个体能原因占了比较大部分 对 因为广煞这边多人的防守 增加了防守强度 基地过来也太小了 也给胡锦秋增加了一些难度 大半围转球 对 还是选择自己进攻 自己进攻的难度也存在 就会存在一定的小风险 朱俊龙在第二次出球的时候 其实若撤就已经有机会了 没错 站着等了半天了 没走没走没走 没走没走 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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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中距离 放归了 这球应该转一号没有停住 在身后啊 我们再来卡630 比赛的两分多钟的时间 北空队在现在的得分的8分 广煞稍微好一点 14 反弹球啊 两分不错 得分比较重要的时刻 别用掩护 再传过来 徐东郝 若撤到2打2 直接起之后啊 左翊辰限制不住 周宇辰这段时间打得比较郁门 球内线要不到 而且防守这个体能 他出去了回不来 内线的几次连续的走步 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呢 对于周宇辰来讲 好像也没有太多休息的机会啊 就是马比可能也觉得 和哈斯相比这段时间 周宇辰的总体向我更好一点 还是要他在内线去站 站住这个三秒区的位置 对 就是他比 比如说哈斯 就是一些其他的特点上 更足一些 刘三宁 广沙对刘三宁的防守也非常明确 给你投三分 是 这个博弈呢 目前看起来 广沙这个防守 让刘三宁的 怎么说呢 正负值吧 就不是太高 很难受 利用失误啊 看看白贵配 能不能得分呢 李宗豪是真的追不上啊 是 黄宇凡的得分 还是比较的 怎么说呢 扎实 利用了吸引之后 给到赵元昊 他就没有很重 是 有机会 他都没有了 这个贵 就是 他就没多了 他就没了 他就没有了 他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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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远昊在这场比赛当中 已经是得到9分 罚中之后呢 10分 第二节要知道张帆 到现在好像还没得分吧 对 张帆的10分呢 都是来自于第一节 而且我们就说到了 他的前四中 是来自五头四中 当时是命中率 在那个时间点是80% 随后呢就一直在下降 现在11头四中 但是在后场呢 现在马路也存在着 用人上的一个压力 就是他现在后场能用的人员 我们能够看到王俊杰 廖三宁和张帆 但目前为止呢 可能还是觉得张帆的实际效果 和可能带来潜在威胁 以及对于防守权的吸引会更足 对 他的投篮稳定性还是最好 攻击手段多 这段时间手感不好 是 暂停当中还是来关注一下 在比赛当中发生的情况 这是给了孙明辉的几次进攻 孙明辉今天的运动战当中 也是有点急待打开 六次运动战还是没有得分 看我罚球得了三分 但是他的这种进攻的串联 他能够给队友创造机会 对 以及刚才给赵延昊那一下 就是他还是在进攻当中 有他的对于北控球员的 天然吸引作用 对 开局王老步的也非常清楚 就是先利用孙明辉这一点 高位的掩护 创造更多的进攻机会 所以他才果断地去选择进攻手段 是 这个时间点对于后场来讲 廖三宁可能要自己承担的责任 要重一些 现在如果说还是张翻上的话 体能和实际的威胁一定会相应地下降 这个时候廖三宁会有怎样的表现 很重要 传跑 这个球传大了 对 直接失误了 又是一次失误 广沙这球传的也不小 差点 来下的机会也没传到 刚才没给 朱俊龙的三分球 增加了进攻的难度 北空的机会 北空能不能把握住呢 现在也是关注点之一 带开 就示意呢 邹宇晨进攻犯规了 进攻犯规 也要算一次失误 这个转身已经有点动作太大 三个犯规 而且个人呢 现在四次失误 一动过来之后 又一次外线 这个再进不得了 北空能还是可以完整地打成一次进攻 看看效率怎么样 打成和打不成 这分差在上半场不太一样 这时候对于北空来说 已经就不用去想 上半场得多少分的问题 对 只想这一次就好 最后的进攻肯定是要张帆来去 但是最终选择六三宁 来看看外线怎么样 刷了一圈 打板三分 八秒钟 那这样一来广煞有第二节的最后一攻机会 三秒 传到篮下 连续晃动之后 空位没进 哎呦 这个机会 张元昊连续两次 一次是造成犯规 那一次呢 就是晃动之后 其实时间差出现机会 对 也没能打中 这样一来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告一个段落 广煞的上半场比赛还是42比36 暂时领先6分 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 还是看到两支球队的得分啊 出现了一些不同 在第一节里面呢 双方只有一分的差距 但是呢 分差严格来说都是第二节来形成的 在追分那段时间 还是有人缘的变化 我们还是再来通过 小的片段的回顾啊 来总结一下双方的第二节 以及上半场的比赛吧 一会儿还有这个半场的极简 在半场当中 现在的得分呢 还是最高的 张帆在北空队10分 但他10分 其实我们也多次说到 是在第一节得到的 对 那么第二呢 6307分 以及鱼长洞的6分 第二节的得分10比17啊 单节10分 这个得分的帮助 对于北空队呢 客观来说着实有限 我们来看看数据对比 9比12 广煞队外线领先 那三 两分得分的北空队 是属于领先的 那对比之下可能差的不多 看看命中率呢 44%对33的外线命中率 但是在篮下的成功率 北空队还是更高了一些 也是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 那大家关注比赛过程当中 还是希望能够参与到 我们更多的福利当中 给大家会带来 购物当中的一些 更便利 以及更丰厚的福利 会实时带给大家 看CBA上米谷视频 选购新一行物上米谷商城 CBA周边的衍生产品 满100-15 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 点击视频下方的热卖按钮 即可进入到购物里面 一起为新赛季助力和打扣 那我们还是再来短暂地 点评一下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吧 彭哥 说一说双方上半场比赛 您觉得哪个环节 哪个时间点是比较关键的 开局 北空先进入这种状态 张帆连续地得分 在第一节就拿到了10分 在有一段时间里 对他的防守还是有调整的 多人轮转防守 在变换阵容之后 双方都加快了节奏 但是在失误这个环节 北空还是没有控制度 上半场24分钟 11个失误 但要知道张帆一个人 打了21分钟 对于他来说 下半场的体能是一个考验 因为外线连续的几次出手 都没有进 所以在篮板球这一块 我觉得双方都差不多 但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哈斯下场之后 双方人员的调换 打快的时候 北空可能有点不适应 失误多 反而这边广沙队 抓住了更多的反击机会 阵地防守强度上来之后 也利用这种北空的失误 造成了很多 给自己球队带来很多得分的机会 我们在共同回顾双方在上半场比赛的节点 以及过程当中还是希望 大家依旧能够参与到更多的活动里面 刚才介绍到了满100简式 那另外还有加群的活动 那就是希望大家在关注比赛过程当中 能够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咪咕市民的CBA官方粉丝群 那其中的趣味活动精彩分成 而且其中更有神秘的好礼 等您来共同的领取 刚才冯哥也是说到了 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对于北空来说 其中的环节有点致命的问题 确实在于他的失误 几次失误也让进攻实在是不太连贯 我记得在第一节他们是五次失误 第二节就是加一块六次 而且这个六次进攻 那就是六次进攻 六次失误 六次进攻就没了 对 而且 北空队几次罚球 有两罚不中的 也有 错失了很多得分机会 没错 百分之五十五的罚球命中率 罚球命中率百分之五十五 他的罚球基数94 四分 对 没了 别看这四分少 但是加在一块 这可能分差在上半场 会形成的不太多 对 可能就会打平 对 其实在第二节当中 在整个阵容上 至少也包括在第一节 其实也能够看到 广煞对于像哈斯在篮下 其实在前面 频繁地让他掉出来 但是前面几次尝试 严格来说 北空还是能够觉得能接受的 就觉得他们 还是能够有效地应对住 并且发挥出哈斯的威力 对 但是在后面 我们看到 广煞还是用了很多办法 以至于在第二节的时候 让哈斯提前下 没有按照既定的时间 再打差不多半截 双人包夹 广煞对他的防守也非常明确 当你在第一位接球的时候 通过战术还有战装 你早在第一位接球运球 那我上来就包夹 所以对于哈斯这一点 连续地打不中 然后拖慢球队的节奏 所以也让第二节的北空 更多其实也体现在了进攻端上 就是进攻端一出问题之后 得分效率直线地下降 也让他们在下半场比赛 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 首要的要解决 而在第二节当中 广煞虽然得分的 效率也不太高 但17分 更好的防守 还是让他们形成了一个局面上 并且从比分的领先优势上 能够还接受的结果 对 也是欢迎再次回到演播室当中 刚才回顾了双方 在上半场比赛的较量 可以说下半场比赛 还是留着比较足的悬念的 大家关注比赛的过程当中 还是希望 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 也给大家做一个特意的告知 那么我们同时除了CBA的比赛之外 篮球项目当中 NBA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了 看体育上咪咕视频 镜像全量的NBA赛事 您可以通过购买 联盟通 球队通 以及单场付费 记住这三种方式来解锁新赛季的NBA 观赛新体验 那其中的大咖解说 同时还有强荡的节目 进在咪咕视频的NBA当中 也希望大家能够同时的选择 白天晚上 各不相 可能说互不打扰的一个方式 而且能够完美的做时 非常全时的覆盖 也希望大家能够 共同的多项的选择 我们咪咕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比赛 也在休息当中 来共同期待着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看看还有怎样的发挥 毕竟分差不大 还是有很多变数的可能的 期待双方的悬念 能够保持得越久越好 稍事休息一下 稍后再来共同关注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一会儿见 欢迎来到本期CBA五家球第五球 使鸿飞基地妙传 一招撕破防线 黄荣奇回头望月给队友加餐 吴冠西心领神会顺水行舟 如此大礼 照单全收 第四球 广东赛季首长败季 这将用团队配合彰显进攻犀利 任凭你有严密的全场紧逼 我用巧妙的传导 三秒钟便直达腹地 第三球 赵元昊灵活摆头防守 助力黄金秋竟须暴走 强势连线向东北二人转发起挑战 第二球 身高不够 至空来凑 面对三秒区的山 天宇祥心有不甘 极限旋转 巧过难关 血液上篮 风度翩翩 第一球 面对新疆 陶汉林交出三十四分十八满板的完美 绝对实力 正名真正强悍 虐狂暴扣 司空见惯 每轮五家球 不见不散 欢迎收看 由一股体育自制出品 每周CBA五家球 第五球 重返赛场第一晚 无奈沦为背景板 手袖撞墙 碰一鼻子灰 年轻人 欢迎来到CBA 第四球 远看一筹背后运球 朱兰特 仔细一筹 拱着三人上篮 杜兰特 我带的不是球 带给你们的是欢乐 第三球 假号反跑 接球就是一记 背后妙传 教练 我的我的 最近上火 眼睛有点花 我让你直接投篮 不要传 不是妙传 跟你说话真难 第二球 我们来看林一阳 急停急起 单臂大力抛头 年轻人就要我行我秀 把所有烦恼 全都跑到板后 第一球 你得吃一切 长一智 看我无科如何见机行事 超级迷你小高手 关上林一阳那扇门 我要做迷亚的战神 一起来看第零球 之前发球砸自己的 是我少见多怪 这个发球更是在我意料之外 什么没看清太快 这要不是其他队员还在 我以为我看的是扣篮大赛 负一球 马力克抢盾之后背后换手 三百六十度转身单手冠 哎呀 哎你做这种动作 能不能别做一半 我们那么多遗憾 那么多期盼 挥之不散 等等 还有负二球 九号新秀 刚挤掉阿热的上场时间 就惦记上了徐杰 这个正牌中锋 徐杰满脸心酸 也不能反驳 只能咬紧牙关 看来这位也是 滴酒不沾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由迷雾视频和中国移动 摩百合为您带来的 2021-2赛季 CBA常规赛比赛转播 北控和广沙的比赛 即将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 上场比赛呢 在比分最终呈现上 42比36 宝沙的暂时在半场当中 六分领先 比赛依旧是张腾指导和江帆 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 赛事评数部分 第三节的一开始 孙明辉终于在进攻端当中 对 这是他赛用的手段 对 心魔了 230 张帆依旧在 我们看看他的手感 对 张帆的防守非常紧 包夹 三人包夹 葬人反归 还是偷见 看这个球 应该说只要哈斯在 对于他的防守 就是一个全队的问题 这个球 于长洞上去撤硬了 时机非常好 当时我的注意力都在 张帆和哈斯这一点的时候 他出现在防守线附近 是 哈斯呢今天 6加4加 还是看孙明辉 这边也非常明确 利用错位啊 分出来 有点远 飘头 但是篮本球呢 在篮下哈斯还是有绝对优势 gardens 撤霜头 调动之后 张帆现在真是稳啊 扛着这小伙伴往前上 这边摔到的钉 廖三尼拿球之后 快速反击给张帆 再晃动之后一步 侯亦凡再败一下 北空的机会以多打少 明东打成 突起来 这个突破还是有变化的 都以为他在发现要偷篮 就骗过了所有人 前面这次上篮难度不小 孙明辉难受的位置应该还是 手腕 对手腕有老伤吧 左手腕 他的右手也有老伤 从他所带的 包括脖子上肩膀上的GT也能看出来 而且他的打法就是容易这种受伤 他的冲劲太足了 对 每一次进球很多时候都是 进攻到三秒区要扛着内线 而且很多时候也要摔倒这种感觉 五喷球 130吃球过半场 拔球呢现在北空队还是需要再提高一些效率 上线的假动作 那 紫童自想了 紫童自想了 跳球还是 跳投 高煞局部少一人 宇长东的空位 坚决抓击球 对 宇长东今天在外线的效率的3比2 来 效率高 好 转一号 若撤的机会还是没有给到 看看苏明辉 绝对空位之后 完了一个 其实在另外一撤 朱俊龙的也有机会 对 还是同样的配合 嗯 哈斯 还是给到张帆的手中 面对徐龙好 底下的包接了 直接在压秒的选择下出手啊 朱俊龙拿到篮球 要打快 但是哈斯呢已经退防到位了 形成错位 一个人运球太多 转移另一撤 对 胡锦丘开局到现在还没接到球啊 对 无球队员之间应该是给郁昌栋了 两个人较劲 郁昌栋犯规三次 处在微妙位置啊 胡顶 朱俊龙 朱俊龙今天的效果 其实他在之前的配合当中 有很多次的空位 嗯 但是这个球并没有顺利的转到他的手里 对 终于抓到一次直接空位的机会 没错 也是个人八分 再给到哈斯 哈斯还是要在第一时间要出球的 再回传过来 再回传过来 到篮下 不篮 一般有 一般跟进这一下比较及时 再没回 好 造成了哈斯的翻过 还是给到许忠豪 鸡婷跳投 孙明辉直接来 朱俊龙 朱俊龙在篮板球 冲向 他不断在场上这种奔跑啊 冲向篮板球 在哪儿感觉都能看到他 很活跃 内线一对一 哎呦 这个技术啊 许忠豪可以 活细啊 连续的这种转身假动作 还能后侧步的 转身后侧步的跳投 命中 然后刷的一声 张帆 哦 终于投降 直起啊 是下 应该是在 第三节的 第四 第四分 哎 在下半场当中的 张帆的进攻效率 好了一些 三投 两中 给出来 两个人给球的位置啊 这时机有点不太好 但是 哎呦 其实北控队的防守呢 已经是大部分的时间还不错了 对 已经形成了优势了 对 这球险些失误 嗯 但是就差最后这一下 以及给到了刚才这次 那许忠豪如果能够打成这个 不止一次这样的进攻 那哈斯难受吧 打得直摇头啊 嗯 这个球应该是 接近五加球了 嗯 上球不进 嗯 前面的广煞罚球效率还可以 张帆 再分出来 周玉晨 这就是张帆的特点 舒服了一次 他在阵地进攻当中 利用自己的跑动 嗯 给队友啊 对 自己能进攻 因为很多时候他往里面突破 对方要去协防 嗯 这时候队友只要跟进 嗯 机会就会很好 其中好 白不在 这个球 哦 命中率真的高 外线啊 在下半场动物中 张一浩 依旧名不虚传 不仅投得准 还投得远 来 两次出手都是很远 周玉晨 给到于昌洞 无球队员之间 给了朱俊龙的反馈 北空队 应该是一个后场的话 我们刚才看到了马勇 侯玉晨下 再上一来侯玉晨 球还是交到张帆的手里 对 放人的包夹 哦 胡金秋的防守还是有影响 嗯 再给许中豪 到篮下 要吊船 哦 这个小打大 哦 形成机会 这边的大打小 哎 小打大和大打小之间 只用了三秒钟的转换之后 而且这个球传得非常及时啊 对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 孙明威能一直瞄着这个位置 对 胡金秋永远都知道这个 孙明威应该把球传到哪里 对 所以他会在防守队员没有判断之前 他就已经到了这个位置 对 以至于刚才呢 孙明威在传之前最后露了眼啊 就完全确定之后一甩 直接形成 好 转翻 还是绿远以后 但是呢 延误做得比较大 这个机会没有投 打胡金秋 其实于唐栋 这个球应该在外线选择投了 没错 因为他的投篮命中率 今天还不错啊 赵延后 再到篮下 这球传得有点大 没错 传好了 可能就直接顺下而起了 单打 今天孙明威的进攻端 其实会有点急 分出来 能冲的 小同志啊 马勇 不仅能投篮 我的突破也还不错 当然能投篮的 可能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给彭哥 给我 相信也给很多球迷留下了 比较深刻的印象 对 但是这个球三宁传得非常及时啊 哎 自己利用全场的速度 嗯 把广萨的防守压缩 这次进攻啊 对于北宫而言的分数来的关键啊 对于北宫而言的分数来的关键啊 保证在了各位数当中 再次降上 效果也一般啊 但是孙明威是 但是以说为好像有动作 好像有动作 冲击篮下 分球 再给到了 能不能 难道 熟悉那一幕要再现吧 引起了我们的遐想啊 延续之前的手感 对 北宫呢这次进攻利用的是广沙刚才上篮 孙明威这一下没有打中之后啊 顺势的快攻 对 出手的这一瞬间还是有 有一个肢体接触 对 对 但是作为他来说 这可能他习惯的进攻方式 嗯 王俊杰第一时间的 铺破之后 再连续地分球 王博知道也是马上暂停了 知道积累的优势不容易 其实广沙在第三节开始的时候 有意识地上了一些防守的强度 在这期间还是有很多的收获 这节呢在单节得分上啊 高 20比20 这一节在进攻端呢大开大合 所以比赛的局面啊 包括节奏啊感觉还是比较快 马俑 马俑是这段追分当中啊 最大的怎么说呢 利剑 是隐藏任务 马俑连得五分之后啊 也让北空队的局面呢 一下子变得明朗了一些了 还是继续看比赛 往杀的球权 还是利用掩护 再传出来许忠豪冲击篮下 流畅 怎么说当哈斯没在之后呢 其实许忠豪冲击篮下的威力呢 就逐渐能够显现出来 对 他面对周宇辰还是有信心的 同门师兄弟 这个师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信心啊 哎 许忠豪今天整体的罚球呢 没出太大问题啊 7罚6中目前 他在场上的这个防守的 篮下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 8罚7中 这样一来还是8分的 王俊杰还是给到张帆 突起来 直接被切掉了啊 尾体了 那这一下得不偿失了 因为前面已经形成了快攻 对 还在想着传给谁的时候 隋梅辉一直在盯着球 这次的 北体呢还是让北控的局面啊 又会在接下来时间变得紧张一些 1罚中 对 顺敏辉千万不能 在防守端不能小视这个顺敏辉的抢断 对 张帆是吧 对 张帆他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大意 下半场 大多的场面都是顺敏辉一个人在防张帆 罚中之后呢已经重新回到十分的差距 而且广沙有球权 那一旦再打成呢又是会扩大 于长洞换下 黄少杰上 黄少杰前面的时间的效率还可以 这一段呢其实对于北控而言的得分是比较有压力的 大胆来投了 快速足球耍过来 哎 慢了啊 选择信任自己 准备会 看一下这边的反击 吉利过来之后啊 这次 还是两个人默契最足啊 嗯 一个就像彭哥说的 胡逆球知道球该在哪儿 人的该在哪儿 一个就是两个人默契 征球 这个球传得太近了 已经跳起来了 这种机会想要塞给内线的周宇辰 难度在增大 裁判先想哨 嗯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而且徐龙昊这手还长 十秒钟 太远了 这一段呢张帆 有点打得有点着急了 不冷静啊对 而北控队这边马上要调整了 因为对他的纠缠 两个人 孙明辉和赵燕浩 两个人的防 个人防守能力 就他们的这个 黏性啊 嗯 比较足 对 就你很难去拜托他 会让后场球员会不会更急躁呢 对他肯定会急躁 这段时间 开场到现在 整个两截加一起 才得了四分球 嗯 但是第一截他就已经得到十分了 对 所以这个效率会让觉得自己的幅度下降之后 整个情绪上吧 陷入到一个不利的循环当中 孙明辉再出球 朱俊龙 又扮演了杀手角色吗 有篮板 拿到篮板 胡锦秋 第一时间再出球 孙明辉 哦 这次给了进攻万贵 哦 有一个抱人的动作 对 楼人啊 你确实在裁判眼皮底下做的一个动作 还是有一点太过明显 看看第三截剩下的时间啊不多了啊 三中 本队前面的进攻效果呢 仍然没达到自己的预期啊 应该说前面还可以 但是中间这一段效率受到影响 当落后分数比较多的时候呢 当时马勇站了出来 对 哎呦 这边肩膀的 记着吧 紧急兵敷了 而这个时间呢 赵家义的责任就会更重些了 应该是仁义兄弟都在草上 一转过来面孔就看到了 对 那现在我们看从阵容上的 就整个的封线是比较高的 有了就是没有绝对高度啊 对 平均高度 平均高度 人与兄弟 而且他们的攻防都可以切换 三四号位 在防守当中的这点好 就是你坚决换人 对 外线可以换人 对 外线可以换人 但是也会面临北控 可能利用高度来绝对来单打 后场也换了 许可 间隔了很长的时间 是 刚才甚至都 开局打了五分钟 刚才甚至好像有点要走回去了 对 看看王少杰 刚才就说啊 王少杰在上半场比赛里呢 出场的时间里 还是比较有作用的 今天的效率是比较高 七分 罚球三罚三中 白是十分球 现在变成许可来十球 赵嘉义 赵嘉义 犯规数也受到困扰了 死犯 第一时间被破坏了 时间呢还是压缩到了十四秒 许可 再给刀出去 应该说这段时间的进攻 难度在增加 对 广沙的绝对进攻点少了一些 北空的防守这段时间 从开局到现在防守非常明确 就是所有的掩护都是在往边线赶 不让你走中路 加上广沙的进攻点 受到影响之后 这段其实增强防守的强度是会有收获的 不过篮球没保护住啊 这就是广沙的优势 对 平均高度 对 被破坏了一次 进攻时间压缩到六秒 王俊杰 两半钟了时间不多 冲起来 但是再一赌 再一赌 赵佳仁先投 然后胡宁修拨了一下 随后赵佳仪打进 这有点绕口令 犯规了 好 金头回放到了这一次拦着犯规 接下来王俊杰要发球了 这是王俊杰喊的 就刚才远远听到了喊声 我没太听 就远远听到了有这个喊声 王俊傑第二伐中之后呢 今天得分终于啊 开始进入到得分账户了 前面还没得分 强度升级之后 但是容易前紧后松啊 就只要这一船传出来 团结 还用没有太多机会 自己打 拖手的抛头 篮蛋球的位置上 固定球更占优势 徐可 徐可是 徐可其实是有自己 持球进攻的能力的 包括吉庭 但是他传球呢 可能要和队友相比 还需要继续打拨 这次想断 看看 侯玉凡 侯玉凡三分球 没有投 拔勇 也没有击 对 也是被直接覆盖住了 两个人站得太近了 没错 这个球没有压住人啊 比赛继续啊 现在场面上会显得稍微有些混乱啊 谁能乱中取胜呢 双方都不得分 没错 看谁在乱战当中打破僵局啊 竹鸡龙 再给到徐可 徐可其实可以在阵容当中攻得更主动一些 五秒钟形成错位 再传 再形成了大打小 这就是广沙几次进攻的选择 小打大之后坚决大打小 对 很清晰 温球已经17分了 今天的效率呢 十头八重 就那两个低脚中距离 对 没打中 潮玉凡 外线运球有点多了 王少杰怎么样 还是利用自己的灵活性 对 王少杰今天在轮换当中是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但是北空呢 现在还有12分的劣势 这是对于他们最严峻的地方 在五秒 看一下最后的机会 应该徐可一个人一打一 最后一秒 不能再做犹豫了 但是压的时间有点长 第三节比赛结束 广沙队呢74比62 依旧领先了局面 而且现在的领先优势呢 已经是达到了12分 在第三节比赛当中呢 广沙队已经来了进攻的 怎么说呢 最火爆的一节 单节得到了32分 那么从球员得分上呢 张帆现在依旧是北空的得分最高的 14 在其他球员得分当中 王少杰上升的幅度比较快 现在已经是全队第二高 10分 而于昌栋9分 马勇8分 六三宁得到了7分 哈斯6分 以及马勇8分 王俊杰的2分 张帆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进攻 还是受到了广沙的特殊的照顾 没错 只得到了4分 对 但他的出手次数也不少 16次出手 我们来看看命中率吧 在命中率的体现上呢 广沙出手其实没那么多 但是效率很高 命中率很高 对 这一节当中北空的失误数呢 其实控制的要比前两节 稍微好了一点点 就是我们看看 先看看另外的比赛 上海 现在看起来和青岛的局面呢 比较明朗了 快30分了 29分 这一节北空队的失误呢 4次 好了一点 但是呢 就怎么说呢 这个好一点可能在于 不至于让 跟前两节比起来好一点 对 而且是不至于说让广沙 直接形成快攻就得分 广沙呢 不得不说在这一节比赛当中 除了前面高产得分之外 在后面 他的坚决战术选择 就形成错位之后 他总能再找到一个 最大的优势点 大大小 就这一下比较要命 阿斯可能在第四节 要获得一些上场时间 对 吴宁秋在这个时间呢 因为领先的优势呢 可能也会让自己迎来 一些休息的机会 那就看能不能顶住 看看双方的第四节较量 局面又会怎么样 内线的选择 现在还是王少杰 加上 邹宇晨 而广沙的内线的 依旧是站住了 徐中豪 又一个失误啊 刚刚说 失误数控制好 那可能还好一点 冯鑫 还是出球给了 虎顶的徐中豪 徐中豪在等着队友接应 这边一个 小打大 怎么来处理 四秒的时间 过掉之后 给徐中豪去投这个球 有点甩锅嘛 这个有点甩锅了 其实冯鑫刚才处理的 应该更加坚决一些 就如果让 大阁球员预判到 你一定回答外线投 那可能啊 这个处理就不是那么最好 这一个回合 徐中豪在了优势 刚刚这个投篮之后 脸上露出了这种 微微的笑容 两个人非常了解 是 一个错位进攻的机会 到篮下 三丁的防守压力大 给冯鑫 冯鑫这次呢 是一个机会 但是没能把握住啊 不关篮板球啊 对于北宫来说要小心 现在准备连换两人了 宇昌栋和张帆 在做着准备 马勇 没能续上 地板球 这个传的很精准 还有进攻的球权 要三丁 这个球 这是从下面 搂上去的 一对一的欲望很强 但是呢 你要如何选择这种 一对一的最后的机会 这个球 好像又要进这个 五嘎球 我觉得 在第几呢 是正数还是负数的 看边界了 但是得说呢 对于后掌球员来讲 是不是 彭哥也能够从这个位置上 能够深有体会吧 他是需要一定的这种错误 和破除执念的过程 对 还是要 重要的还是 你教练给他怎样一个 让他怎样选择 怎样一条路 前后篮架 漂亮 周宇晨 这个队和周宇晨 强势回应 三丁 这次的选择呢 其实队友还是出现机会 但是 但这个机会选择有点被动 他总是在自己没有办法 没有选择的时候 对 没有选择的时候 在落地的一瞬间 把球处理掉 要知道这种事 自己的困难球不说 还是给队友也创造一些困难 冯钦 没有打劲 但是长篮板 许中豪拿到 要还一个吗 好像有想法 张嘉义 急停效果 急停的效果呢 篮板球拿到之后 于长洞没有太多办法 许中豪呢 尽管随着 就怎么说呢 客观说 他的年龄 一点一点在增长 但是 这两个人在内线的 对 对决几乎是太透明了 对 许中豪怎么说呢 在现在的 职业声音当中的 功能性更强 就是功能性内线 对 偷了一个 经典的前场底线球 朱俊龙识别了 直接要球 看来在第四节比赛里面呢 邹宇晨啊 在面对许中豪的时候 还是想法更多 并且效果更好 征求局面 但是呢 按照球权来讲 应该这次是要给到鼓上 张帆的反应很快 两个人还交流一下 就是防防完之后 还得交流心得 另一个掩护 还是把球突到内线 我这个 很贼啊 穿的 冲进来 造成犯规了 太高了 压秒犯规 这样周宇晨已经五次犯规了 嗯 这样一来 其实北空内线 可能会产生一个 被迫轮换的结果 那或者说 周宇晨还是继续顶吧 这两种可能啊 一发中 个人第四次方位 四次 两发全中之后呢 十四分 现在对于北空来讲 十四分的不至于说追不上 但是得再进攻端 再有所收获 黄少杰来主着进攻配合 变成王后卫了 张帆 再给到周宇晨 周宇晨前面两次打 许忠豪有心得 但第三次没成 快攻一打一 还是干扰到球 没错 北空依然有机会 出球要快 其实空位机会会出现 张帆 但是补防比较到位 在甩开之后 没能 对 满板球 对 哈斯准备上了 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 应该早点让哈斯 对 或者第四 甚至一开始的时候 对 打中 不过周宇晨的这段时间 进攻端还可以 还可以 总体的效率 正负值比较高 而广煞的孙明辉 准备重新上场 赵一号 利用掩护后的 发球线 没有机会 许忠豪 他是可以做投篮选择的 但是再给到冯新呢 冯新重新找回了手感 还是张帆的防守 有些体能的这些跟不上 是 张帆在这场比赛当中 现在已经上场32分钟 32分钟 也第四写得还好 防守强度 他要防的是孙明辉和 张延昊 冯新 这些都是不断的轮转 上来去跑动 他进攻端呢 又要去通过不断的折翻跑 假动作摆脱 防守而出现更好的进攻机会 对 感觉那广煞无形当中 形成了后场车轮战 对于张帆的消耗作用 这对于一个比较年轻的球员来说 是一个特殊待遇 对 那接下来呢 就会看到场上 哈斯在 围绕哈斯怎么能打出他的优势 也是北控接下来思考的问题 对 就像开局说的 哈斯是一个强点 但如何利用好这个强点 是北控要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 第一他广萨 先接球后会有包夹 包夹后如何把这个球出来 传到进攻点上 可能第一个没有机会 但是你传到进攻点 你不能在手里过一下球 就传给第二个第三个人 你要有一定的攻击能力 所以要打乱 广煞的防守这一行 你不能光靠传球去来制造 这种强点的机会 有可能传出来第一个球 就是投篮机会 我看周围组已经累得有点 对 严重了 回来之后呢 现在十四分的杀局 刚才也给到张帆的数据 张帆在第二节和第四节 到现在还没得分 还依旧延续着不太有力的数据 随便会一直在后边追 嗯 这一次又一次消耗了 退跟不上了 其实断球 是有希望能直接形成快攻的 抛加了 赵云浩 个人进攻 嗯 在篮下 半个路 快 230 赵云浩今天20分 哈斯 哎呦 这是他的优势 来一下一定要要得深 这样的话他夹击就会有困难 距离远 我们回看赵云浩刚才打进的这一瞬间 面对 对辽三零和哈斯两个人的防守 哈斯一发中 今天哈斯在场上呢得到了7分 但是他的上场时间没那么长 17分钟 其实他去年在广州的广州 广州 广州的时候他的上场的作用非常明显 没错 篮下的进攻 就是他再是一个打法 不再是另一个打法 对 所以刚刚也说了广沙 在哈斯上场的时候如何利用一套进攻的战术去来攻他 是 防守转也要用一套 他不下去 他不在场上的时候也要用另外的一种 在这个空间 现在少一人了 少一人了 对 北红队有球员 就倒地了 这个是 正好看不到号码 侯亦凡 侯亦凡 反过来这边说 北红队在哈斯上场的时候用这样的进攻方式 他不在场上的时候 我看一下这个球 应该是顶到要害了吧 可能 还是这个肚子的位置 这一顶的疼 看侯亦凡 这得缓一会的 需要休息 这就直接 要坏人呢 至少得两个回合 对于马布里的排兵不准来说呢 侯亦凡 这一段也无法打 可能又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 北红这边的上场时间相对比较集中 对 30多分钟的 然后就会直接有一个分段 对 没有一过渡 反反今天广沙队 朱俊龙直接发起 打成了啊 写下2加1啊 对 朱俊龙对于他来说 自己的持球进攻可以打得更凶一些 迎着来抢又一个围体啊 王少杰 总是让王后未来运球 不再合适 总会出现这种隐患 就我们说王少杰最后这一下 犯规呢是有一点不值啊 但是你让他去运 然后赵俊龙来防 对手感是好 运球的基本功也不错 但是你这么高的身高 总是在后边去 当后卫处理球 过渡到前场 偶尔一次两次还可以 但是作为一个球队 你习惯这样去 这样大家也会对你有一个依赖性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 得解决 得解决还是后卫的问题 对 因为你后卫你要 无论任何条件 你都要主动去把球接过来 嗯 你才是球队的指挥官 是 两罚打中之后呢 依旧来持续休闲 今天北公队两次未踢了 王少杰拼得也很凶啊 张远昊 直接到篮下 打哈斯 真的敢传啊 我以为会传到底角 他现在分差呢已经是逐渐的再扩大了 王少领先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张帆换下 对 刚才应该是换上了李伟浩 张帆就在第一节得了十分 嗯 第二节没得分 第三节四分 对 到现在 那如果还是十四 果然十四分啊 就是第四节现在也没得分 这也是他今后要面对球队需要解决的问题 嗯 也是北控队要解决的问题 没错 六三宁 还是利用和哈斯的掩护之后 宇昌栋的外线 这也是火力输出之一 进攻方式之一 蓝球 二次进攻 那这样得分呢 其实现在对于广煞的杀伤 在这个分差角度来说呢有限 因为你防不下来人家进攻啊 对 这边有一个三分 这边手已经热的发烫了啊 赵一昊 这是广煞最可怕的 当我不打配合的时候 我利用快攻反击 创造这种控位投完机会 对 甚至不太是一个空位的时候 就是打你这种配合的结合点 对 而且结合点去坚决投 一旦进了比如说两三个啊 对 对 但是这个回合来看还是被控防守的问题 因为你防赵一昊 你还从后边中锋后边去穿过 那肯定 作为投手来说 这是最喜欢的 是 所以你防守 无论攻防两端 你都要 时刻的保持精力集中 你要知道你防的是谁 你要知道他的技术特点是什么 在前面的几场比赛当中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球员得分对比啊 广煞队这边的得分呢 已经是在几个集中球员之间有了充分的展现 五人得分上双了 关键球员这段时间 对我还想说啊 是难道是 是给张帆吧 因为张帆得说他下面上的效率不高啊 对 张艳浩一问不大 而且有那么两次 直接拔起来不讲理的外线 也给大家留下了 比较深刻的印象 还是回来继续观众比赛 今天投篮的十六投七中 张艳浩呢到现在二十五分 有点兴奋了啊 直接要对着对手二十五号要来掏球了 呃 侯亦凡还是很痛苦 没缓过来感觉 接球就投了 两位二十五号之间啊 麻勇有过高光表现 但是需要持续性更强 需要队友给他创造机会 这边打得也比较简单 反转身之后 不讲理再继续 是 哪里什么 你们这样要继续 张艳浩 доп 刘忠职 啊 可惜啊 想利用自己的弹跳 还是年轻啊 这一截的进攻效率啊 比空队投篮名中率 已经低到百分之二十三了 弱车的机会 两个人撞墙了 鸡亭跳投 个人能力 曾经辉现在看起来 调回来了 但是球队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 让自己的心态也更加放松 篮球又拿到 第一时间出球怪弓 不停留 还有机会 对 再传回来 这球打得太花哨了 看着球迷眼花缭乱 就不停留是吧 对 我感觉我嘴快跟不上了 很怕停了这么长时间 还有六秒钟 最后的进攻一打一 一打一 个人能力战戒过来 孙明辉 智希心来了 有可能这一投 要给自己投下半的 三分钟时间了 比赛就要结束 哈斯自己持球 给了马勇 连续晃动 中之后自己来 这个球还是有点 不太聪明 是 许中豪 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直接强过篮下 就是我们看到广沙队 确实这个好的习惯 在于他的持球和出球的时间 对 他不停 对 尤其在反击过程当中 对 就是一传很快 但是最重要的除了一传快之外 他上球也很快 对 只要前面有机会 还是先传上去 顶着人去投 到现在也是自信满满 自己乐了 果然就这一投呢 下班 打卡了 17分 是 10个足弓 前面的孙明辉的效率 其实没那么高 但是后程发力 广沙队现在也是派上了 深度轮换 感觉 也看到像孙真鹏这场比赛 都还前面没露面呢 上场 感觉北控的进攻在 攻防在第四节开始的时候 断电了 一下是断电 对 比分瞬间就来到了 这边已经谁来谁投 就进入到似乎训练模式 进攻到现在得70分 69分 应该说他们在前面的 两节 两节吧 第一节和第三节都还不错 对 但你的防守 没防住的情况下 还能够让自己的得分又上不去 广沙在第一节的25 第二节的得分不高17 但是虽然不高 但是17比10 第二节北控是丢了7分 然后在第三节的广沙迎来了 再得分又一个高产期 单节32到现在呢27分 而北控队在第四节到现在为止 只得到了7分 7分 对 可怜的7分 进攻端的问题 我觉得 怎么说呢 7分 一节得7分 12分钟 当然现在还有时间 当然现在还有时间 对 对 对于北控而言在进攻端 可能不只是这场比赛的问题吧 接下来还是有更多场次需要来解决这个困扰 从这场比赛来看呢 有哈斯的到来 其实他们内线有实力 对 但是 你怎么样利用好这个内线 而且哈斯在去年 他在广州 他有很多这种场面打得非常好 对 他上场有特点 一段时间无解 对 很多时候队友对他的信任 可能也是 刚刚到球队没有经过这种球队的磨合 还需要在比赛当中相互的熟悉 还需要时间 第一阶段打完之后 所有的球队都有这种总结比赛和调整自己的机会 和时间 但是大家都想在第一阶段之前 还能够尽量积累一些优势 或者至少不被同级别的球队拉开 对 优势 进攻篮下 一段号 还是不成 江文 这真的是证明这广沙进入到绝对深度轮换了 现在许可就直接成主攻点了 我们看就是 当他成为轮换 一个人轮换的时候 他自己进攻可能还有点犹豫 对 现在呢就抢头了 马不利的表情也是 无奈 对 无奈之外 有两奈人寻味 发中 但是现在得分的也只有七十啊 一分半的时间 许可来发动进攻 孙志鹏 彭新 老师这个指挥了 这个球呢可以输 但是在输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有一些值得总结的地方 没错 你在比赛当中啊 咱们虽然说输 但是要把这种球队的作风啊 和一些我们好的年轻人 一些好的积极的东西 要展现出来 所以才能总结出更多的东西 没错 而且北控的这个阵容呢 其实从厚度来说呢 大家还是认可的 对 你在认可的情况下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快速解决问题 嘿 这边也失误了 今天北控队的失误数呢 又是达到二次了 他们的场均失误数20.1 还有一分钟 嗯 这就可能还再过场均是吧 所以这二十字失误啊 整场比赛下来还是比较要命 对 首先失误数 这二十个失误呢 证明二十字进攻没达成 对 而且你要转换成对方的命中率的话 对 你会吃很多的亏啊 对 我们想象就是二十次失误 如果减少十次 就再多十次成功的进攻会怎么样 对 可能局面或者达 对方这三分是41 嗯 两分42 失误呢 广沙这场比赛全场十次 这个数量就比较 一项数据上就已经落后了 对 应该说包括在以前吧 镜头也给到了我们 呃 今天谈到更多话题 对 对 其实大家 话题是他很多 但是这也是所有人对他的期盼 因为他打球有天赋 嗯 阅读比赛 要求自然会延 对 对 所以球迷呢 包括教练组 对他的要求也会高 嗯 期望也会高 对 希望他能够在比赛当中 更多的去总结自己的问题 嗯 在他身边有很呃 全球最好的后卫 对 是 有全中国最好的后卫 李小勇 嗯 如何向他们去呃 在在平时当中 对 嗯 去吸收更多的经验 对 更多的交流 这 他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啊 他可以或者说我们是有了有期待 他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成就 对 江文心有不甘啊 这次犯规 但是话转过来 另外一边的广沙这边啊 其实轮换球员之间的竞争挺激烈 对 大家为了争取上场的时间啊 这可活 这是一个球队呃 教练员最希望看到 那对 就是你这个球队的叫内卷吧 嗯 你要有足够的这种精力 要足够的人数 哎 来争夺这一个位置 是 所以老队员在球场打球的人 不敢怠慢 嗯 呃 年轻人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是 去挑战 没错 恒心 第一时间出球啊 进攻 难要不试 如果 怎么说呢 还是甩锅了 哈哈 最后还得投啊 谁不投谁失误 失误应该还会记在冯信的身上 这样一来 双方的全场比赛 要回表吗 严格来说还得回一下 还得回表 还得回一下 好力之间 0.2秒钟 那这样一来 接球 比赛结束 74比101 北空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没能收获胜利 广沙队最终 在这一轮比赛里面 又是收获了胜利啊 也让他们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里 凭借着只输一场吧 这样的成绩还是牢牢地站在第一军团当中 我们还是借着这个时间呢 再来共同等待一下 看全场当中啊 各位球员的表现 这个时间 在给到瞬间集紧的时候呢 还是先来关注一下 球员得分的情况 广沙这边呢 已经是6人得分上双 但是也集中在这6个人身上 混球17 孙明辉是7分 以及朱俊龙14 许忠豪15 张悠号25 和冯新的11分 其他球员的得分比重呢 其实不太高啊 这是今天的一个体现 但是都有算上机会啊 对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对比情况 那三分球得分呢 差了15 两分球得分呢 广沙领先 两点都是处于领先局面 那篮球领先 助攻领先 抢断领先 以及三分球一倍的倍数啊 21对42 很难迎球啊 对 罚球也不太准 就为数不多的两分球呢 处于一个两个百分点的领先 来看一下MVP 胡云丘 那争议不大 17加12加2 今天的效率依旧走高 11投8中 这就是胡云丘 为什么每每在 有他的比赛里面呢 当选MVP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场上正负值啊 和效率啊 对 他不占球权 对 他不占球权 他篮板球啊 各人的进攻啊 包括接水明辉的助攻球 嗯 我们更多会看到场上 胡云丘就是合适的位置 合适的得分啊 总是那么合适的一个表现 而且效率不高 没错 会带来广煞队的实质的帮助 那这场比赛的确取得了胜利之后呢 广煞我们刚才就说到了 那凭借着只输一场呢 还是让他们牢牢地站在了第一军团当中 那第一军团其实能够挺到现在 这可不是一个绝对的偶然了 那可能说前面两场三场甚至四场 会存在着一定偶然的成分 但是经过了其实比较多的硬仗之后 广煞还能够在这一阶段 我们还是要对于这支球队报以更多的肯定 以及更多积极的总结的 广煞其实在前面的比赛 面对很多的弱队 在面对辽宁的时候 其实也给他了 给他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但今天面对北控 在前面两节其实还是打得很困难 并没有大比分的拉开 但重点还是在北控这边 自己出现了很多的错误 在第二节值得10分 第四节只得了12分 对于这样的比分想要赢球很难 所以在比赛当中 开局北控打得还不错 他内外线的串联 包括这种外线的张帆的连续得分 和那些哈斯的强点 应该说在一定时间内 再有足够的优势 但后边随着这种进攻手段的单一 包括这种速度的降下来 而没有很好的去破好广煞的 这种半场进攻 所以在比赛当中就很难再有好的结果 我们还是随着比赛的画面 共同最后的再来回顾一下 双方在全场比赛的一个进程 刚才彭哥也说到了 在第一节当中 的确北控队还是在整个的进攻端 打得比较有章法 尤其是在哈斯这点上 我觉得用的最好的就是在第一节当中 第一节开局的那一段时间 而且最明显的作用是让广煞的进攻变得其实没那么舒服 打得自己并不是最擅长的 对 在一段时间里他的篮板球 他的防守做得还非常不错 张帆前面的这种火力实在是太猛了 就是给了就有 对 随着这一段时间比分打平 第一节后半段比分打平 好像就再也没有领先的机会了 还是这种 第一是打球人数 打球人数板动的厚度 防守的强度 你能不能坚持到第三节第四节 你持续跟强队去较量 在各个防守的细节方面 你能不能少犯错 这个少犯错 对于北控来讲 的确这是一个摆在面前最明显的问题 就是各项数据当中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他的投篮命中率 场均能够达到联盟第二的位置 50.5% 三分球的命中率联盟第二 对 40.9% 盖帽数量联盟第二 那几项数据其实还都比较不错 但是也有尴尬的数据 就刚才说到犯错误 失误数 对 失误数还有就是这种 在掩护后你如何选这个防守方式 这个需要整个的攻防体系来细化 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去慢慢磨 是 所以就是我们反复的也说到北控这支球队 为什么现在保持在了 比如说中游的位置 证明其实他有自己的储备 对 自己的轮换 自己的这种厚度在 能够保证自己的成绩 不至于向下滑坡 对 因为后面的球队 说实话对于他想要产生实质的威胁 有比较大的难度 对 内线有绝对的优势 哈斯 周宇晨 对 还有余强栋 这些都是他内线的强点 对 如何利用好这些强点 也是接下来他要面对各个队的一些 要解决的问题 没错 单从这几场比赛场军全队的数据来看 我们能够看到北控队攻防两端 非常的全面 其实就是能够在一些关键得分的数值端 其实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包括他们的得分也能够达到联盟第八 一百零零点四分 应该说这个得分也不低了 也不低 但是就是 但是今天是完全被针对了 对 张帆这一点 多人上去轮番的去防守你 追你 用年轻球员不断的在挑战你 内线我就包夹 也非常明确 在王老这点非常聪明 我内线不给你打开 先不给你内线打开 许中豪这一点先顶 顶不住我再去包夹 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而广沙队呢 还是贯穿着自己比较坚决的 这种尝试吧 应该说也是 其实就经过了一截的迟疑之后 在第二截 至少在防守端先发挥着作用 以及在下半场比赛当中 彻底让局面 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对 分差也直接形成 最终也是看到了 比分 一百零一比七十四 广沙还是在这场比赛当中 继续取得了胜利 让自己在第一军团的位置上 相对的更加稳固 可以说现在比到第一阶段 现在的轮次的时候 看到各支球队的成绩 已经慢慢地出现了一些变化 军团之间的争夺 也是开始趋于白热化的位置 所以说还是希望 各支球队能够在 接下来的赛程当中 至少在第一阶段 后面的比赛里 能够把握住自己一些 能把握住的形式 而且各支球队 可能在接下来 留下的难度不一样 有的打强队 有的可能赛程会相对好一些 难度不一样 但是面对的成绩压力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还是共同看一下 北空队 先看北空队后面的赛地情况 打完广沙之后 接下来打宁波 打新疆 以及同西 辽宁和山西 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 对于他来说压力还是很大 对 那么广沙打完之后 接下来面对广州 宁波 山西 新疆以及辽宁 好像我们看到辽宁有强度 有挑战 山西可能也会迎来挑战 但是呢 不是那么太大 但我觉得他还是要 经过辽宁吧 最后一场面对辽宁 可能是一个 不知道会不会让 第一阶段的第一军团 整个名次都发生变化 因为整个名次发生变化的 那一轮比赛 就是广沙和辽宁碰面了 恰好也在第一阶段后面 两队又会碰上一次 不知道那一次的交锋 又会碰上一个 怎样的结果 以及在过程当中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我们都是值得期待的 还是最后希望 哥之球队 在接下来第一阶段 后面的比赛里面 都把握好自己 打出一个自己 相对满意的成绩 今天和鹏哥 也是共同见证了 精彩的比赛 感谢鹏哥 感谢各位球迷宏 一整场比赛的守候 感谢各位 我们下场比赛 再见 再见 欢迎订阅